大家好,我叫王可寅,我今年九岁了 我是少年爱迪生的忠实粉丝 我觉得节目里最辛苦的就是评委了 我猜他们都没时间好好吃饭 所以我决定这次我来参加少年爱迪生的时候 要给评委们准备一份实用的礼物 希望评委们能喜欢我的这份礼物 少年爱迪生,我来了 好,有请我们的下一位选手出场 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王可寅 我来自上海市高岸路第一小学 欢迎你王可寅 说好的给评委老师要带面条来了 包包里吗 上点心 上点心 这是第一个给我们带礼物的孩子 这是你煮的面吗 谢谢啊,真能干 可寅,你今天带来的发明是什么 我带来的发明是能吃的筷子 哎呦,这副筷子有点意思啊 这是可以吃的筷子吗 我试试看好不好 好吃吗 好吃,脆脆的 我怎么咬不动 小朋友,只有评委有吗 观察员没有吗 观察员有筷子 这个想法非常好可言 你是怎么想到的 说到这双筷子 我要感谢一个人 请看大屏幕 这是我的弟弟 他今年两岁 他的长牙时候 都特别喜欢吃 那种磨牙饼干 再加上后来爸爸 那个会带我去做义工嘛 我看见发送的盒饭里面 都配了一双一次性筷子 再加上有时候我们家 就叫外卖吃饭 我看见袋子里面 也经常配有四到五双一次性筷子 我觉得很不环保 我通过上网查资料 导解到现在每年要用掉 八千亿双一次性筷子 相当于要砍掉 两千万棵大树 所以我就想到了 要那个发明出 一种这样子的筷子 非常好 觉得很了不起 非常非常地好 这个磨牙棒的配方 是你从哪儿得来的 是爸爸买了一盒磨牙棒 放在家里 然后我看他配料 上面的一些原料 你就照样这样做出来就对了 原料是面粉 鸡蛋和糯米粉这些 做完其他还有加一些 像磨牙粉 QQ糖等等等等 那你这个棒子 今天给到我们吃的这些筷子 是你自己做的吗 是的 我是做的 我是做的 但是真和考的话 就是需要大人帮忙 哦 谁帮了你啊 是我的爸爸 那我们请到他一起来 回答这些问题好吗 好啊 各位朋友老师 大家好 你好 这个可莹的爸爸 我们刚才都很喜欢 这个磨牙棒的滋味啊 大家觉得还没吃够 就是感觉又回到了两岁 我深情再要一副 回去带给我孙子去试试看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很好奇 刚才可莹说 她是从磨牙棒里找到了灵感 她虽然能够从盒子上找到配方 但是这个配方的比例究竟如何 大家今天看到的这个筷子呢 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第四代产品 最早的时候就按照这个磨牙棒的这个成分去 完全一致的去制作 但是发现说这个磨牙棒的 做成的筷子呢 硬度是一点都不够的 稍微用一点点力它就会断了 所以我们第二代作品呢 就是添加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原料 加了一些像芹菜啊 然后加了那个可莹喜欢吃的QQ糖啊 但发现可能还是不行 第二代的筷子是不是太Q了 有点太软了 第三代的时候我们就想说 能不能做的制作工艺上面 就加工工艺上面 能够再改进一下 结果没想到就是蒸的话呢 它还是太软 但是如果是用油炸的话呢 全部都泡起来 就很好吃 但是根本就没法用 特别粗 所以等到最后快 就基本上都快要放弃的时候 突然间我们就想到 是不是能够把两个工艺能够结合起来 最后大家看到的这第四代呢 其实是通过先蒸了之后 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烤 你这个可以经过热汤的承受吗 我在家里做了实验 把它扔到开水里面 后是半个小时左右才会化开 而且正常吃饭 不会把它一直泡在热汤里面的 制造成本会不会很高 制造成本我们做过一些估算 这双筷子在一毛五分前左右 那市面上面呢 一双一次性的筷子的话 差不多在批发价的七分前一双 批量生产了之后的话 它的价格应该不会比 现在市面上的一次性筷子贵很多 但是我们的观察员 你们喜欢这双筷子吗 我们吃得很开心啊 我可以给肯英爸爸提供个建议 这个我们中国人 对于这个东西是古以有之 老祖宗就开始做了 离咱上海很近 苏州 苏州城的城墙 公元墙两千多年 就是用糯米 鸡蛋 石灰 泥巴 获得一起的 那是古法手工 先针后考的 跟你的工艺是相仿的 是吗 所以你是古法 那看来我们跟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了 好 那可因你的梦想是什么呢 愿不愿意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的梦想宣言 因为我的这个灵感来自于我的弟弟 弟弟的小名又叫多多 所以我决定要把我这双筷子命名为多多牌 而且我不仅希望今后我们一家人 示范时能用到我的这双筷子 我还希望以后世界上能少砍伐一点树木 把一次性筷子替换成我的这种筷子 这样我相信我们的地球也会变得更美丽 谢谢 我想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就是你 因为我发现这个筷子虽然是硬 但是它好像韧性不够 就是有时候握中了它就断了 就是这个很容易摆断的 你说你和爸爸加了很多QQ糖是吗 就是你们可以直接去找QQ糖里面是什么 让它沾 我觉得应该是实用明胶 也许加一点会好一些 所以这一票你会给可赢吗 这一票我还是给 因为就是你们的这个配方 我觉得是非常的特色 李校长 就我特别欣赏 你是从磨牙棒里面得到的启发 这就是一个原创 能够在生活实践当中 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 一个现象 把它用在另外一个领域里面 这实际上是一个创造的很重要的一个源泉之一 所以我这一票可给你 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这一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刚才快把我的牙都给崩掉了 我留一点小小的遗憾给你 希望你有机会 在配方上 在工艺上 做一点改进 好不好 小可莹 小可莹 事实上我现在可以马上就告诉你 我可以跟你下定 所以老师这一票 还是要给你的 恭喜小可莹进入了我们的复赛 继续加油 这个看似同趣天真的小发明 满载着小可莹 保护地球的爱心 蕴含着来自弟弟的灵感 也凝聚了全家人的努力 如果面对孩子的每一个奇思妙下 大人们都能扶下身来 认真倾听 陪伴他一起尝试 也许孩子们 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